他說我超了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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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超馬總統的 嗯... 我不曉得 我是沒有 你超的都不知道 我怎麼覺得還是沒能夠 有還是沒有 就是總統講的這個啊 你為什麼不敢講 欸 最基本的原因 總統的招式 總統所有的敘述 都是脈絡的 好謝謝主席 是不是請邱部長 邱主委 前幾天你說兩岸要找最大的公約數 然後呢要找建設性的模糊 這句話老實說我聽起來很模糊 然後剛才呢 我一直在聽你的答詢 我聽你講了很多 結論呢我還是覺得很模糊 尤其啊我更不知道建設性在哪裡 不過這句話老實說我很耳熟 為什麼 我以前做過馬總統的發言人 你們都知道啊 那我給你看一句 馬總統說過的話 來這個地方 從中間喔 1992 consensus is a crystallization of some very sophisticated political wisdom It is a creative ambiguity that people talk about 這句話的中文的意思就是說 這馬總統在2012年九二共識的座談會當中他講的 他說呢 九二共識是政治智慧的結晶 是創造性的模糊 那他的意思呢底下就解釋啦 他說這個叫做 面對現實 擱置爭議 以務實的態度來解決問題 好 來我現在請問你啊 你現在所說的建設性模糊跟馬總統所說的創造性模糊 為什麼不一樣 呃我想 這個程序我剛剛所提到的齁 就1992年那個過程 那個過程 那對於這個顧正普先生來看呢 他事實上 當然這個後面都沒有所謂九二共識這樣的一個東西出現啦 那等到他有這樣的一個出現的時候 引發在國內的這個爭議的時候呢 那顧正普先生呢 曾經說了一句話 其實他應該是一個 前面這個是我家住的 就是說 他是一個態度上 心態上的一個諒解 他不是一個文字或文藝上 的這樣的一個合議或者是處理啦 你太跳躍了 我的問題很簡單 你的建設性模糊跟這個馬英九總統的創造性模糊 為什麼不一樣 你是不是抄馬總統的 嗯 我不曉得 我是沒有 你抄的都不知道 你也沒聽過創造性模糊這句話 創造性 2012年11月9號 早就已經講過了 九二共識它就是一個創造性的模糊 而創造性的模糊 意思就是面對現實 擱置爭議 用務實的態度解決問題 你做落會主委 但是我想我們有一個 我想我在記者會裡面呢 也特別的提到 在呼籲議的時候呢 我也特別提到 兩岸呢 不可能在所謂的這樣的一個 強加的政治框架 跟所謂的軍事威脅底下 去做任何的 後續的這樣 你又跳躍了 我就問你嘛 你是不是抄馬總統 世界大方承認 不是就告訴我不同在哪裡嗎 我想我的發言跟馬總統一點關係都沒有 意義相不相同 來 創造性模糊跟建設性模糊一不一樣 就像馬總統這個東西跟人家的用語 是不是一樣 我想這也不是說 那你的用語跟他 你的意義跟他一不一樣嗎 就我而言 當然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在哪裡 我剛剛提到了嘛 就是說 兩岸 任何的這個 互動跟處理啊 就不能有所謂的強加 政治框架 跟軍事威脅 這樣的一個前提嘛 所以咧 所以 所以啊 創造性模糊 如果今天中國 他還是有這樣的一個動作的時候 雙方很難有所謂後續的檔案 這就是模糊的地方 剛剛說人都聽不懂 聽不懂 你這個所謂建設性模糊在什麼地方 我跟你講這個地方 我們還可以繼續討論 第二個 來我就請問你 現在 2016年 蔡英文總統就職演說 在兩岸部分 我相信你們都看過 2020年 他的就職演說 第二次也談兩岸 這兩次有什麼差別 我想基本上 總統的基本立場 都是一致的啦 哪一致 最後那個比較重要的 就在於說 民主對等跟和平對話 這是2020嘛 對 那2016有什麼不一樣 2016他基本上是要處理 處理大家對於九二 那個過程的爭議 他做了一個敘述嘛 來你看 基本上就差在這邊 2016年就職演說 跟2020年的就職演說 就差在這一段話 這一段話不見了 2020年就像你說 只剩八個字 和平對等民主對話 跟所有九二有關的都不見 那一天之後 就你的位置上 陸委會主委陳明通就說 九二共識歷史已經翻過一頁了 九二共識昨天已經講過歷史翻過去 沒有必要再討論 要等大陸跟上來 那時候陸委會態度很強硬 現在 我昨天看到你的三點呼籲 其實有一點有建設性 什麼建設性 我看到1992這個數字回來了 1992這個數字回來了 然後你用的話語 跟他後面所想的 1992年兩岸兩會會會談 歷史事實跟求同誠意的共同認知 這是歷史事實 這句話回來了對不對 這句話回來了 來 我們一個一個來確認 現在陸委會的立場 到底還有沒有九二認知 有沒有九二諒解 我們在我們的呼籲二裡面 就敘述了這一段 我現在就是問你 現在還有沒有所謂九二認知 有沒有所謂九二諒解 有沒有所謂九二事實 有還是沒有 就是總統講的這個 有嘛 還是沒有 你為什麼不敢講 你為什麼不敢講 總統是有的時候 總統是國家政策的領導人 總統說什麼 我當然是按照總統 所以我現在就問你 有沒有九二認知 就是總統講的 你看到現在還不敢回答 這個就是民進黨的態度 我在呼籲二的時候 我在呼籲二的時候 不是把他這一段 所以有嘛 還是沒有 你就一直繞著在講話 我沒有繞著講話 蔡英文總統2016年的就是演說 那我會講同樣的話 我會講同樣的話 就繞著九二共識在講話 但是就絕口不提九二共識 為什麼 整段話都在繞著九二共識在講話 可是就不講九二共識四個字 像你今天一樣 問題 整段話都在講說講的那一段話 可是我問你有沒有九二認知 有沒有九二諒解 有沒有九二事實 你就是不說有 或者沒有 為什麼 問題就是連國民黨對共識這兩個字 你們內部都有爭議了 那大家怎麼去解釋 那你現在你九二認知 九二諒解 九二事實明明畫在這邊 你都不敢承認 沒有 我哪裡有不敢承認 承認嗎 我在我的記者會裡面就 公報紀錄 你到底有沒有承認嘛 我不是講了嗎 講了是有還是沒有 當然就講了 今天就是死鴨子嘴硬 沒有什麼死鴨子硬 這就是我們兩岸之間 沒有辦法進行對話的一個 最基本的原因 總統的招式 主委 如果說你現在開始做 仍然要在這些字眼上面 繞來繞去 繞不出來 我跟你講 我不需要繞 你連要對話也沒辦法對話 我不需要繞 我根本不需要繞 就連你明明都寫上去了 我問你九二認知量解事實有沒有 你都不肯說有 2016年都寫在上面了 你現在也不肯 我記者會都 我現在就是問你說立場有沒有回到2016年 記者會都已經講了 我還在重述什麼 現在陸委會立場有沒有回到2016年 有沒有回到這個立場 就是總統 我還沒有 總統講的這個立場 他的2020就不一樣了 總統2020講的就跟2016不一樣 我今天就問你2021這一天 到底有沒有回到2016年 有還是沒有 總統所有的敘述都是脈絡的 一個有或沒有 你都不敢回答 兩岸對話的來了 我已經重述過了 對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張委 不真心 說到大聲 好 我先請教主委一個數字 好 台灣人 台灣人在 中港澳 工作 長期工作的人數大概有多少 如果比較 當然這個因為 我們長期工作 就是最少工作半年以上 如果根據我們的人事總處 他曾經在海外的裡面 大概有39 39多 39萬多 就是長期在那邊工作的 對 但是一般 像剛剛魯明哲委員 或其他委員 都有講到說 台商在那邊 大概大家都常常講 一百多萬 因為有的有眷屬 有眷屬 眷屬就不算 他不去工作區 去那邊 如果是在那邊 就是說長居在那邊 可能有一百多萬 就是一年可能住半年以上 我們不要講 我們會來來去去 我們曾經透過海基會 跟其他的這樣 大概去概略的算 大概曾經大概在90萬到100萬之間 應該大概就是這樣的 蠻多的 我們台灣 2300多萬 你看100多萬 5% 其實蠻多的 不管是在那邊工作 或在那邊生活 有的家屬是在那邊生活 請問大陸人 在台灣長期這樣居住 同樣的條件 有多少人 這個 殺的我 殺的我 如果 如果要 長期工作或是眷屬也在這邊 基本上 大陸人他不能在台灣工作 對 但是如果有是陸配 陸配 陸配那個 不算已經入籍了 變成台灣公民了 那不算 不然有的還要一段時間 對 前面一段時間 他這個要 程序 好 我問這個數字 就主要要凸顯一點 就是說兩岸在交流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是不對等的 這個就好像我們跟任何國家都一樣 有時候是我們出口比較多 進口比較多 這個都不一樣 所以像最近你有提到說 這個大陸商務來台 我們要開放 本來是沒有 疫情的關係 沒有開放 外國人都不能來 對 其實我要 你思考一個問題 這個 如果說 大陸也跟我們一樣 用同樣的標準 說台灣人 暫時不能去大陸 你能想像嗎 說台灣人不能去大陸 就不發簽證 給我們 一百多萬人就不能去 回來了以後就不能去 你能想像 這樣做法嗎 會造成多大 我想他們應該不自己 因為主要大陸 對啦 當然影響很大 對 沒有 我要講 我要講的意思 就是說 兩岸之間 有很多事情 有的部分 是他們很想要 但是我們不一定想要的 比如說他們很想統一 我們不想 統一的方式不一樣 我們是中華民國 另外 經商來講 我們有求意 他實在是遠遠多於 他們有求於我 我們 經濟體也不同大小 我們佔他的進出口的比例不高 但是他佔我們的進出口比例就很高 40幾% 所以這個有時候 我們要面對現實 兩岸關係 務實最重要 務實的意思不是一定對等 有時候 因為經貿就不對等 我們的人這麼多在那邊 如果同樣的方式說 我們不讓他們的人進來 我們做得到 但是他如果不讓我們的人可以過去 對台灣影響就很大 我們沒有讓他們的商務人進來 對他們影響不大 因為他們本來就比較少人來 也沒有人住在這裡 所以我們要了解這個現實 我先要講的是這個 布林肯前兩天 跟中國談判 在阿拉斯加 先大吵一架 我想 我個人的認知是 就談判開始 拜登總統一上來 先畫聲 籌碼先畫畫 再來要講再再來講 先把底線 紅線 畫出來 其實我們也要注意到 這個3月4號 布林肯 他就認為這個 國務卿之後 第一次重要的 關於這個 美中談話 他提到一點 3月4號 我不知道你有注意嗎 他說 跟中國的關係呢 有時候要合作 常常要競爭 但是該對抗的時候要對抗 3月4號 就是要 布林肯所講的話 我覺得這一句話 講得很好 在台灣也一樣 務實地面對兩岸關係 對 該合作的時候要合作 不合作行嗎 我們 那麼多人在那邊工作 分散市場是長期的目標 雞蛋不要放在一個籃子裡 這個我支持 但是 需要時間 四十幾派出口額 一千五百多億美金的出口額 一千五百多億美金的出口額 這個不是短期 三五年說 我把它轉到新南向 通通轉到新南向 把它轉一半 用划的比較快 用划的比較快 真的要做不太簡單 所以我們在跟兩岸關係 在談判的過程當中 我們都要去注意到這個各個層面 是的 發送的 不會解決問題 該對抗的時候要不要對抗 當然要 軍機繞台 我們也要派飛機上去喊話 該對抗要對抗 該合作要合作 該競爭 有時候 產業鏈 各方面的商業競爭難免 對 我想美國跟中國之間 這個 在川普政府的時候 對立的這麼嚴重 那拜登總統上來以後 布林肯首先講了這樣的話 該合作的時候合作 該競爭的時候競爭 那對抗的時候 那也要對抗 好 我要講的意思就是 你上來之後 我們也希望 對台灣有利的 兩岸復甦 就是交流的復甦 對台灣有利的 交流復甦 而不是造成對台灣不利 所以希望你繼續來努力 好 另外我要再跟你講一點 就是 我們現在民進黨的朋友 一講到九二共識 大概就 膝蓋反應 一定說 九二共識就 一國兩制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繼續跟你九二共識 大概是這樣的反應 你呢 你會 你會覺得是這樣 九二共識的一國兩制 是不是 基本上 還是什麼 台灣方案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大概希望 大概希望那個用語 最好不要 各說各話 或者是說 好 OK啦 好啦 你這樣說我知道意思啦 不要跟著喊 連國台辦的官員都出來澄清 他們也出來澄清 所以你們不要亂講 九二共識 不是一國兩制啦 國台辦的人講的啦 當然也有人講說 國台辦在打臉習近平嗎 習近平其實也沒有直接講說 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嘛 不過因為他有脈絡化的思維 我覺得我們要講的就是 務實的意思喔 就是回到很現實 真正的事實是什麼 也不要去扭曲 或是過度解讀 台辦正是說 九二共識不是一國兩制 我想喔 台辦的人也不敢說 欸 中央啊 他們這個中央的意思喔 是這樣子 然後他講這樣子 不同方向 也不 尤其中國大陸的這樣的體制啦 嗯 好 這個是一個 也許是一個契機啦 你上來以後 然後他們對九二共識 有一些重新的說明 那九二共識我們滿不滿意呢 老實講我也不滿意 因為當時 好 給我多一分鐘的時間 好 拜託一下 好 可以了嗎 教委 很想沒有理 好啦 我快說啦 你繼續說一下 九二共識是你們國民黨還要賣 我就一文千給你 好 好 其實你說九二共識 我個人來講我也不滿意 不滿意的部分是 針對一中各表 我們講一中各表 他們一直都 沒有回應啦 就不回應 所以這一部分 政治意涵的這一部分 是沒有共識的啦 雖然我們 一直強調說 這個一中各表 中華民國 你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是他不回應 也不談論 但是事物性有沒有共識 有共識啦 後來就開啟了事物性架構 處理兩岸之間的很多事物性的問題 認證 協商 就是透過九二共識之後的簽署的 這一些事物性架構 所以九二共識 有沒有共識 有一部分是有共識 否則後來就沒有辦法簽署這一些 事物性架構的協商啊 那當然是有共識 政治性 老實講 沒有共識 再來我們該怎麼做 那一部分 政治性的共識 看起來是非常困難啦 我們還是希望可以慢慢走啦 但是先 恢復 事物性 已經簽署的這些協議 讓他能夠繼續運作 有助於台灣 那麼多 一百多萬的 台商 好 維護他們的權益 好 謝謝 主委這不用回答 他在跟習近平喊話 好 謝謝 來